不少量饭店超市药妆店 经常会推出促销价来吸引消费者 但有一名网友到连锁超市消费 发现这样的状况 网路po文网友9月初逛超市 拍下罐头原价169元 直到10月中再前往购买 发现促销价也是169元 当场大傻眼 容量都一样的话 我就会质疑这家店家 这样的促销手法 好像有点在欺骗我们消费者 我还是会看产品的容量 因为他有打出促销 就会被吸引这样子 对此超市业者未回应 但这篇po文引发不少网友留言 有人说换价格牌的员工 才要崩溃吧 也有人认为 促销价不代表要降价 其实这只是促销销售而已 也有一种所谓的package 是更有趣的是同一个品牌 所有的商品类别 做了自己的一个package 专家说看准台湾人爱便宜心态 其实不只促销价是一种行销手法 还有像是买多赚多 或主打超级品牌月 常见的买一送一第二件六折 部分业者有时无法压低成本 就用促销手段来拉抬买气 但只是商业手法之一 这回网友实际比价结果 也揭穿促销价值不能说的秘密 记得黄天耀林玉涵她在报道